從你那邊看到的話就是台積客部門 因為常常都聽到說都加班到很晚啊之類的 就是哪一個部門或哪些部門是特別超或是加班特別晚 然後從你的建議的話 因為你剛剛有聽說就有提到說有可能有製程設備整合 然後包含你們整合裡面的敵費點 這幾個team的話從你的觀點來看 你會比較推薦大家說如果有機會職業發展的話 可能先進去什麼再去什麼 或者是說什麼不要去碰這樣 你剛剛講這個問題齁 我重複一下齁 就是說GSMC台積的話有什麼單位最超的或不超的 對不對 然後如果要去的話該怎麼辦對不對 該從哪個地方下手 如果他同時拿到了設備跟製程或是製程跟整合 OK好 我跟你講台積裡面沒有最超的只有最爽 你如果能夠到人事那個HR那個地方的話 那我就覺得你真的是上輩子消耗一下 他們一樣也要加班啦 但是問題是他們的他們就這樣 畢竟因為台積已經是世界級的公司 對 只有他們挑人沒有他們去 沒錯 沒有人去沒有沒有他們去求人 有啦有啦 除非更高階的 很頂尖的啦 很頂尖的啦 一般那兩三萬人大概都不用 對對對 在我的眼光來看幾乎每個都很高 不管是製造部啦 工程部啦 或是設備啦 但是我覺得最好不要去當設備 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工程部的製程 製程整合 Module跟我們DV Team啊 Owner啊 我們都是我們做辦公室比較多 進去Faber裡面比較少 但是設備的話就是 一大早就進去 然後到下班才出來 因為設備本身他就是要 處理機台 背進Faber 背進Faber 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他就是出勞力 就是只能在廠裡面 在Faber裡面 然後整天穿著無塵服包的 濕濕的 然後汗流的滿隻手的 都是這樣 所以設備如果說你對 你對這樣子的環境 沒有辦法接受的話 那你就不要當設備 而且設備幾乎都一定要 輪日夜版對不對 對 設備都要輪日夜版 因為機台不能停 不能停 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設備就比較簡單 設備的工作內容其實很單純 他不用寫報告 一般的設備工程師不用寫報告 一直到Leader Leader或者是副理 我們是副理啦 就有點像課長那個職位 才需要寫報告 其他像我們這種工程師 只要小工程師 就要負責寫報告 那寫報告寫不好就會被點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故事 anyway 所以我覺得不要 搶進台機不要挑好的 不要挑爽的 不要有說我現在進去很爽的 就是那種爽的 基本上也輪不到你 新人的時候進去 你沒有上背 就是沒有 你沒有燒好蝦 對 不報的輪不到你啦 不報還沒到的 不報還沒到 先進去累積一下好不好 對 加班的情況大概怎麼樣 我應該這樣子說吧 台積山是個大公司 所以所有的人 都會用放大鏡去看他 所以他今天絕對 是照著牢記法則 絕對 一個禮拜 加班不會超過48小時 這是絕對 但是 on call 有時候 然後 我們那時候我離開之前 一個月不是有四個禮拜嗎 其中有三個禮拜 我們不是應該說週休二日嗎 但是其中有三個禮拜 只能休一日 所以是所有人都會進公司 不是所有人 輪職要輪班 可是這樣一次 一個部門要多少人 假日輪 一個工程師 大家輪流 所以就是說 我只有一個禮拜 是兩天 禮拜六禮拜天休 剩下三個禮拜 可能是 要直小夜 另外兩個禮拜 是白天早上六點 進辦公司 然後下午四點離開 然後直小夜的話 通常是四點到晚上十二點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改 大概三四點到十二點多 不同部門的規則不一樣 如果說有什麼特別嚴重的狀況 可能就會 你知道嗎 很晚 對你要很晚 我有聽說什麼 小夜直到見到早班的人 這種 我碰到過兩三次 變成在下小弟 我就這樣 因為你就是 除了值班之外 你還有一些固定的工作要做 要抓Data 寫報告啊 那種 然後曾經有碰到一些大狀況的 然後 那時候如果還沒有改 是凌晨兩點下班 然後小 凌晨兩點下班 把值班手機交接出去 又弄自己的東西 搞到天蒙蒙亮了 太陽出來了 早班來了 曾國你怎麼還在這裡 弄不完啊 所以沒有過夜過的 都不能算是台積人